这两个动词短语 咱们给它区分一下 同学们 来看 一个读stay up 一个读wake up 他们的发音当中都包含了什么 双元音的a stay叫停留 wake叫醒来 那么stay up 你看停留的up 作为一个副词在这 它的意思是向上 那么向上停留挺着 同学们这是干啥 延伸出来就是熬夜的意思 咱们举例说明家人印象 don't stay up too late it's not good for health 不要停着直太晚 那啥意思同学们 停直着太晚啥意思 就是你不要熬夜熬太晚 对你的健康不好 再看 if you stay up too late 如果你停着太晚 那不就你熬夜太晚 you'll be tired the next day 那么第二天就会累 stay up叫熬夜 记住 那么wake up 为什么叫醒来 wake叫醒up 作为一个副词 有什么含义记清楚 除了向上 大家伙都知道 它还有完成的含义 那么醒来完成 灯就是彻底醒了 苏醒了 睡不着了 来举例说明 I usually wake up at 6am every day 我平常都是六点钟起床 六点钟醒完醒了的 My cat wakes me up 我的猫把我弄醒了 完全弄醒了 by jumping on my bed 通过跳到我床上的方式 明天早上把我叫醒的 wake up叫醒来 至此stay up叫熬夜 wake up叫醒来 已经学费同学 请打100 优优独播剧场——